一旦脑梗死发生以后呢 容易留有这个后遗症 那么就是说 康复呢非常的重要 康复呢包括了 语言的康复 肢体的康复 这里边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太重视的就是心理的康复 因为发生脑梗死以后 病人呢容易合并一个 我们叫足中后抑郁 往往病人表现为 情绪低落 对治疗呢没有信心 对生活也没有信心 这个时候呢 需要更多的进行 心理的康复 一旦心理康复以后 病人有这个主动配合 治疗 而且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对后期的 疾病的治疗 以及康复 和预防复发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感谢您的康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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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的康复